现在正是小米采收的季节 进风乡青年会的部落健康营造中心 为了让部落孩子能够了解到传统农士耕作的流程 特别举办了部落夫妇计划 透过长辈们教导农耕的记忆 来达到文化传承和生活陪伴的目的 你摸好 你这边 你这不是各种已经摸了 长辈用木头竹子教导男青年如何制作赶鸟器具 还有夫妇教导女青年绑小米 这是金木香青年会部落健康营造中心 为了让部落孩子能了解传统耕作流程 并传承记忆文化 搬理聚集部落的孩子来照顾部落的夫妇企划 青年会有自己的小米田地 然后由长辈们夫妇们来教导我们 关于种植小米的知识 然后或者是在顾小米的当中的顾小米的方式方法 或田间野菜的一些技能 那透过这个课程让年轻人更认识自己在地小米的文化 部落族人也认同并带着孩子一同参与 让孩子从小米农耕为奇点聚在一起并认识自我文化 现在正值小米采收季节 借由部落长辈分享小米农耕知识凝聚青年向心力 并将文化向下扎根传承 就讲解金风向报道